小说中没有一个情节 没有主人公 也没有一个主题 在这一部小说中 一个小说即将结尾 一个新的情节即将展开 而这个系列的情节则是并行的 每一部小说都有主人公 人物性格丰富 角色和角色也是密不可分的 大家好 请收看这本书吧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百年孤独》 这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 就算没有看过的人 也一定听说过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写了《百年孤独》 诺贝尔文学大奖是马尔克斯的 更何况 每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候 都会有人提出其他的奖项 而另外一名著名的韩素英则表示 马尔克斯是唯一毫无悬念的胜利者 不过 《百年孤独》在观众中的评价 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有些人觉得那是一部很棒的作品 另一些人则说它完全无法阅读 我觉得之所以看不懂 一方面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与我们平时看的那些小说 有很大的区别 小说中没有一个情节 没有主人公 也没有一个主题 在这一部小说中 一个小说即将结尾 一个新的情节即将展开 而这个系列的情节则是并行的 每一部小说都有主人公 人物性格丰富 角色和角色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更不用说 马尔克斯最爱用的那些冗长的语句 和神奇的真实的方式 在今天的阅读中 我将首先简单地谈谈 马尔克斯的创作和创作 接下来 我将借用本书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角色 对本书进行简要的说明 在文章的结尾 我将用一些重要的词语来对 百年孤独进行更深刻的了解 第一段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 马尔克斯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是如何创作百年孤独的 没有一个作者 一出生就是 只依靠自己的作品来维持生活的 许多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 却被征召去当了一名作者 马尔克斯写了一部传记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他对妈妈说 他不会像家里计划的那样 读完了法学 去做个普通的家庭成员 他希望成为一个作者 首先 他以从事新闻界的工作为起点 马尔克斯曾是哥伦比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 随后又被报社派遣到欧洲 担任外国新闻工作者 然而 与许多记者一样 马尔克斯也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点是贫穷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 问世以后 曾自嘲地说过 他在巴黎的垃圾箱中 找到了许多的食物 第二点 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在吃苦 但是他不能立刻取得文学成就 一日 马尔克斯回到家中 他的太太对他说 他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粮食 所以他没有能力 为他的两岁的孩子购买牛奶 接着 马尔克斯把孩子扶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本正经地向他说明了 他今天没有奶的原因 他向自己的孩子保证 这种事情绝不会再次出现 马尔克斯的自传 是这么描述马尔克斯的 即使他自己已经习惯了饥饿 但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还是要吃的 他已经做好了 和文学告别的准备 但是 马尔克斯的救星来了 他的名字叫做卡门 巴尔赛斯 1962年 他成为马尔克斯的一名作家 别小瞧了他 可以说 在西班牙语文学领域 他是最有名的一个作家 卡门着手准备出版 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 并向纽约的一家出版社 出售了马尔克斯的一些 以前的著作 虽然那时他的著作 甚至难以出版 其本国语言版本 《百年孤独》 于1967问世 堪称最好的销量 我看了一下 全世界销量都在5000万本以上 对于一个作者来说 这种著作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了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 去写作的经济自由 更重要的是 能够创作出这一部作品 是一位作者一生的梦想 也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我曾从中国渔华那里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 拉丁美洲的一次大爆发 一批杰出的作者聚集在一起 这些大事中 有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秘鲁有略萨 墨西哥有富恩特斯 阿根廷有科塔萨尔 古巴有卡彭帖尔 而马尔克斯 正是凭借着 百年孤独 才能在众多的宗师中 脱颖而出 之后 百年孤独 创作的进程就被神化了 据报道 在一次驾车 从墨西哥驾车返回家中时 他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就莫名其妙地 想到了小说开头的一句话 在这段话后面 尽管看不到 但可以清楚地看到 整个故事 就像是从天上的文字中 直接从天上传来 强大 强大 不可抵挡 到了晚上11点 他终于完成了 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说 那时他独自一人在家中 他给自己的好友 打了个电话 但是没有找到 然后 他就像是一种 忙碌了很多年 却又突然完成了 一项任务的茫然 不明白 自己应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马尔克斯 看见一条蓝猫咪进来了 心里暗自嘀咕 哦 说不定 这本小说会大受欢迎啊 后来 马尔克斯 在一封写信 给他的好友们多萨时说 这些年来 我像一头野兽 天天疲惫不堪 我不清楚 我将来会怎样 但我很爱看书 但我也明白 我不能靠写作赚钱 你瞧 就连他自己 都不知道 自己的作品 会遭遇怎样的恶语 尽管一本 即将成为一本 即将成为一本 大受欢迎的经典著作 但作者 还是对自己产生了 很大的疑虑 再来看 百年孤独 可以从中得到 许多的诠释 有一种解释认为 这与哥伦比亚 和拉丁美洲的 政局有关 当然 他的解释也是有原因的 拉丁美洲的历史 的确是一部悲壮的电影 这与殖民统治 推翻殖民统治 独裁统治 贸易全球化后的 新殖民相关联 不过 单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百年孤独 未免太过狭隘 百年孤独 能在世界上畅销 能在这个时代 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共同特征 百年孤独 一书 一位知名的批评家 布鲁姆曾经说 他讲述的 不只是一个民族 更多的是全人类 马尔克斯本人 也曾对批评家表示 有些人觉得 他的作品中 有些内容太过离奇 例如 在一本小说中 有一位女孩 在屋顶上 晾干她的衣物 然后就被送上了天空 可是 她总是能接到 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 而没有到哥伦比亚的人 则会对她赞不绝口 你的小说 就像是在我的身旁一样 第二段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 这是一部 怎样的小说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 这部小说 从头到尾 都没有完整的情节 甚至连一个 主要人物都没有 若非要总结的话 这是一部 欺世世家的胜败 每个角色 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剧情 可以说 这是一场一场的交替 在这个故事中 作者将百年 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 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只有一个家庭的盛衰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背景下 这部作品 还设置了一个新的时空结构 这本书里的故事 全部是在一个名叫 马孔多的地方展开的 马尔克斯创作了一个 马孔多的宇宙 这就是漫威的理论 这部作品的主角 是一个名叫 布恩迪亚的家庭 马孔多是布恩迪亚的一个分支 随着上一任主人的去世 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将讲述七个家庭的未来 在这本书中 他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一个吉普赛人魔法师 在这本书中 那个魔法师和他们的关系很好 一本书是他留给他的 卷轴上记录着他们的家族 只是 就算得到了这张卷轴 他们的下场也是未知的 这张纸上用的是梵文 必须要解开 当然 也有一些人对那张羊皮纸 很感兴趣 一名六世的男子 花了很久才 破解了这张卷轴 但是 就算解开了 也无济于事 这件事 在这张纸上 已经无法改变 接下来 我就从这些人中 选出一些人 尝试着将他们的身世串联起来 我将把他们归纳为开拓者 权贵 纵欲者和冥想者 这四种性格在家庭中 是有区别的 我选择的四个人 都是我们家族中 最优秀的一个 上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一位族长 被绑在一棵大树上 另一位正在被一群蝼蚁啃食 仙区者 是他们的仙区者 他创立了马孔多 仙区和他的一个堂兄结了婚 人们担心 近亲属通婚 可能会有一个长着猪尾的小孩 在这以前 他们家族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近亲 所以才会有一个猪尾男孩 那个有一条猪尾的男人 一生都是单身 就是不想让女人 看见他的尾巴 一位卖肉的人 把他的尾巴给割了下来 最后 他流血而亡 婚后 由于担心再次发生 类似的事情 仙区队和他的夫人 已经很久没有做爱了 波特兰是个狂热的球队 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这也许也是一种 释放额外能量的方式 然而 在这场斗鸡大赛中 却出现了一个逆转 有一次 他在一场斗鸡大赛中 战胜了他的竞争对手 结果 遭到了对方的讥讽 波特兰愤怒了 他用一根长枪 刺穿了他的咽喉 杀死了他的敌人 然后 他就和自己的老婆上了床 免得被人耻笑 然而 亡灵找到了这家人 每天夜里 他都会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用清水冲洗他的咽喉 波特兰的老婆很贴心 还准备了很多的水 但是 最终 先驱者忍无可忍 他下定决心 要远离这个村庄 远离这个村庄 永不返回 马孔多就是这样建立的 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很好 或者说 他们没有一条猪尾 这位先驱 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球员 他将家里的房子 布置得很整齐 对一切不知道的东西 都很感兴趣 想要去探究 就像是他尝试着 用放大镜制作兵器 甚至连炼金都有涉链 他是刚才说过的 吉普赛人的好友 然而 在他的晚年 波特兰已经彻底地 投入到了他自己的生活中 在他看来 每一天的周一 都是固定的 他拔掉插销 想要破坏屋子里的一切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了一个邻居帮忙 找了十几个人 才将他摁在了地上 绑在了一棵树上 他说了一句 没人会说的话 他可以和死者交流 但是他不认识自己的家人 他被绑在一棵大树上 用一个遮阳伞 遮住了他的脑袋 让他在吃饭的时候 把食物递给他 直至死亡 在这个家庭里 有势力的人 都是最优秀的 百年孤独 开头的一段写道 奥雷里亚诺 布恩迪亚忠孝 在几年之后 在行刑者面前 他一定会想起 我爸爸在很久以前 把他送到兵那 有权力的人 是奥雷里亚诺 作为革命军队的领袖 这位将军 发动了一场 席卷整个国家的战役 并曾有过颠覆政权 夺取政权的企图 现在 我们将以大队长 这个词来形容 有权力的人 在这个家庭里 这位队长 是最有攻击的人 据马尔克斯所说 这位将军 共组织了 32次武装叛乱 14次暗杀 73次埋伏 一次被处死 他仅仅因为企图 自杀而受伤 这位尚未青年时期 是一位理想家 他为何要造反 因为他看见了 在选举中的政府欺诈 虽然他的公共 是个公务员 然而 他痛恨反对党的 不分青红皂白的 杀害平民 起初 他还显示出 自己与权力的距离 他的行为表明 他可以用什么称谓 来形容自己 但是他却要求 每个人都叫他上校 然而 这位大人物 并没有放弃他 有权力的人 自己也会被权力所影响 随着这位传说中的战士 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马尔克斯 用了很多有趣的小技巧 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例如 他最亲近的伙伴 赶到了战火的空虚 打了一封普通的电报 马恐多 奥雷里亚诺 不要再胡闹了 八月的雨天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他没有理会 他的革命伙伴们的感情 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在他的军事生涯巅峰时期 马尔克斯这样写道 他的指令 往往比他 发出的指令更快 更快 更快 他的行动 永远超过了 他所能想象的极限 他掌握了权力 但在寂寞中迷失了自己 开始迷失了自己的道路 他讨厌那些 被占领的城市里的人民的喝彩声 他们对自己的仇敌 也是一样的 当他下决心 要开枪打死 他的情敌时 他说 我不想开枪 要把你打死的 是革命 他的敌人反驳道 该死的 火箭 接着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就怕你这么讨厌军队 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这么长时间的思考 最后都变成了这样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你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而在这个时候 这位对战局的反复无偿感到疲惫不堪 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感到疲惫不堪 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战斗 为什么要战斗 要战斗到什么时候 正是因为失败 才让他脱离了这种混沌的战斗 最后 这位将军下决心终止这场战斗 并与当局和平相处 更何况 他已经决定了 要将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荣誉都拱手相让 他不接受主席授予他的荣誉 或出席任何有关他的政府的嘉奖 人们指责他与政府谈判是为了金钱 不过 他的自杀 却让所有的指责都烟消云散了 他在大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 这位将军却不愿在公开场合公开亮相 他一辈子都待在自己的炼金室中 用自己的生命去锻造那些金色的小鲸鱼 一开始是卖掉 然后用金子做成了一条金色的小鱼 然后 再将其熔炼 如此反复 直至死亡 在这个家庭里 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在这位将军外出旅行 和在国内进行的战斗中 他就是马孔多的一位君主 弱者成为所有人憎恨的专制主义者 最终 他被政府武装射杀 这一家庭的三代人 是一个过渡期 他们都是父母的功劳 由于对卡扎菲的担忧 美国当局采取了对其子孙后代的复仇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 三个男人 全部惨死的原因 放荡不羁是四代中的典型 淫荡的男人是孪生兄弟中的一个 他的孪生哥哥 很小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他尾随哥哥 找到哥哥的爱人 起初 这位恋人误以为是自己的哥哥 再然后 他就会和一个放荡不羁的男人相爱 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 他的爱人 有着一种神奇的能力 可以让牲畜 甚至是母牛 都能快速繁殖 起初是在家里饲养野兔 但一夜之间 整个庭院都被野兔给填饱了 于是 一只母牛和一只小白兔交换 两个多月之后 母牛就有了三个宝宝 母牛一直在繁殖 不用担心 于是 淫乱的人开始变得富有 有多富有 这本小说中还说 某一日早晨 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突然发疯 带着一盒钞票和一瓶西州 一边哼唱 一边在他那栋大屋子里 到处张贴钞票 以后 我不想让你们家的人 来找我要更多的东西 淫荡的男人不会和他的爱人结婚 他和另外一个妇女结了婚 这个妇女来自马孔多小镇 她出生于一个落魄的大世家 自幼便被当作王后来抚养 她被送到这个城镇去 在嘉年华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 就是靠着自己的美丽 在嘉年华里 被选上了选美皇后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一见钟情 然而 尽管与皇后结婚 纵欲之徒 还是会感到与自己的爱人 在一块过着舒适的日子 她一开始在爱人家里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干脆就不回来了 只有在关键的时候 她会回家陪着自己的亲人 那些放荡不羁的人 在宴席上大吃大喝 她的酒吧和白兰地 每十一点钟就会有一辆大卡车送来 她从火车站拿了一瓶葡萄酒回来 看到谁心情好 就把谁叫来 谁也不管谁是谁 不管怎么说 她那无穷无尽的动物 都会为她提供无穷无尽的财富 她的宴席把附近的懒汉和吃货 都迷得神魂颠倒 她本人也是个吃货 她会在自己的家中举行一场美食比赛 最终获胜的总是她 所以她才会成为一个大胖墩 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那些纵欲之人最终都要挨饿 四年来 马孔多一直下着暴雨 牲畜都死去了 她的爱人已经不会再让动物繁殖了 于是她就一贫如洗了 她的喉咙上有一种疾病 就像是有一对巨大的铁钳 掐着她的脖子 让她连呼吸和说话都变得艰难 从放荡不羁的一代起 这个家庭就从兴旺走向衰落 营荡的人有一个女儿 她与一位劳动者坠入勤旺 然而 作为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 她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她无法忍受 那是一段令人伤感的小说 每当这位工作人员露面时 她身边总是跟着一大帮黄蝶 她每晚都会偷偷地从房顶上 潜入卫生间与情人约会 老妈知道了 就告诉了村长 有小偷潜入了村子 让村里人在这里守着 还吩咐过 只要发现屋顶上有个人 立刻开枪 这名员工中了一颗子弹 终身无法活动 但是她对自己的感情一言不发 让别人认为她是个小偷 放荡不羁的女孩被发配到了一个修道院 她的妈妈还很小 她就住在那儿 只有一个不是亲生的孩子被带回去了 可以说 两人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热恋后 就一直过着寂寞的日子 那个杂种叫冥想术 冥想者是六世之中 仅有的一名男子 也是最后解开吉普赛巫师传承下来的 记录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死存亡 冥想症患者在青年时代 就被关在家中不得离开 她的外婆怕别人知道她是个外甥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有权力的人 即所谓的上尉 发动这场战役 其目标就是要为非法的孩子们 争取法律权益 而在此之前 他们也很平静地接纳了这些私生子 但是 冥想的人并不孤独 他的灵魂会和他交流 讲述他的家庭历史 教导他如何破译 随着族人相继死亡 也就没有人在意了 冥想的人常常离家出走 到城里的书店里读书 他需要找到一本 可以用来研究的书籍 冥想的人 更像是一个魔法的继承者 可是 他终究逃不过家庭的命运 总是会喜欢上不应该喜欢的人 自从他从欧洲返回马孔多小镇后 他的家庭和家庭就已经结束了 冥想症患者和他的姑姑相爱了 波特兰夫妇所担忧的咒骂 最终还是来了 家庭中的第五个女人和六个男人 彼此相爱 然后结婚 后来 他又有了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长着猪尾的孩子 后来 这位妈妈因产后出血而去世 爸爸伤心欲绝 离家寻找他的好伙伴 没有好好照料孩子 一大片的蚂蚁 将那婴孩给拽了过来 吞入腹中 我们的头一个被绑在了树下 另一个正在被一群蝼蚁吞噬 冥想的人回家后 带着极度的悲伤 又把那张纸捡了起来 他的经验和这张纸上所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 他一直在破解 看看自己的未来 但是 当那个人把羊皮卷翻译出来的时候 马孔多和他的家人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了 一次只有在圣经里出现过的风暴 使马孔多从地球上消失了 至此 本书中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角色 即开拓者 权力者 纵欲者和冥想者 以上四个形象 自然只是马尔克斯所创造的众多角色之一 第三段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开拓 权势 纵欲 沉思 这四个特质 在七个世代中都会反复发生 并且彼此重叠 要了解这本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重复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轮回 重复 这个词 从信誓上就能看得出来 百年孤独 是一部让人迷茫的作品 不知道是谁 是谁 是谁 像是何赛 阿尔卡蒂奥 波恩迪亚这样的第一任家主 还有 许多人的姓名都会重复 虽然是同一个时代 但他们的姓识 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起姓识的时候 都是从长辈中挑选出来的 这就是我在开头不说名字的原因 但你不必担心 在百年孤独的较早版本中 作者自己也把角色的等级划分搞错了 所以 以下所提及的人 不必特意记起 阿尔卡蒂奥 奥雷里亚诺 雷梅黛斯 这三个名称也体现了角色的特点 所有被称为阿尔卡蒂奥的人 都是性格开朗的人 他们通常都很冲动 很坚强 不计后果 而且 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性格 他的名字叫做奥雷里亚诺 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喜欢思考 喜欢一个人待着 很有可能会消沉 而且 都是身居简出的人 雷梅黛斯是个美人胚子 名字就是缘分 一种是一个人的命运 一种是一个家庭不断地前进的过程 有一本书说 一个家庭的历史 只有一种永恒的 永恒的 小说中的角色 也是如此 他们会在潜移默化中 抗拒命运 例如 有一对孪生姐妹 叫做放荡不羁 他们的名字 分别叫阿尔卡蒂奥 和奥雷里亚诺 在幼年时期 两只幼崽会刻意地表现出 他们的相似性 例如两人一起进餐 其中一人会刻意地学 看上去就好像在照着一面镜子 在吃东西一样 他们俩还调皮地 调换了自己的位置 对长者开玩笑 他们甚至不知道 他们在交换了自己的姓名之后 到底谁才是阿尔卡蒂奥 和奥雷里亚诺呢 阿尔卡蒂奥的情绪 越来越低落 奥雷里亚诺的精神 也越来越好 这分明就是一团乱麻 又或许 他们是在刻意地 打破自己的命运枷锁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第五个女儿 她从马孔多来到了欧洲 她和自己的丈夫 谈过自己的家庭 她爱马孔多 也想和她的先生一起过一辈子 不过 他们的孩子 不能叫奥雷里亚诺 和阿尔卡蒂奥 也不能叫她的孩子 你瞧 她也是为了脱离 这个家庭的循环 可是 她终究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 她在马孔多的时候 和奥雷里亚诺的家人相爱了 奥雷里亚诺是一个深沉的人 他们把家里的最后一个儿子 一个有一条猪尾的男孩 还有两个了解这个故事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力量与爱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 权力与爱是两大永恒的话题 它善于描写权力与爱 如何影响人们 人会沉溺于爱情 也会沉溺于权势 所有的结果都令人震惊 百年孤独 七世的悠久历程 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的权力与爱 这种力量 有的时候是军队的力量 比如强权的人 有的时候 则是家主的力量 在这里 爱 有时候是一种传统的追求 有时候是一种渴望 一种是一种满足 一种是放荡不羁的人 一种是使人堕落的东西 他们一直在反复地回荡着 直至他们的家庭的末日